高雄市左營分局博愛四路派出所遠景 日前接獲民眾報案 表示有一名男子在高鐵站外徘徊 動作舉止上很像是迷路的樣子 警方抵達現場後發現該名男子 經過詢問卻答非所問 警方在男子自言自語的情況下 發現他的手背上有著一排刺青 仔細一看竟然是個名字和一組電話號碼 警方依照電話號碼撥打過去 可是電話那頭卻是湖內派出所的遠景 我撥打出所 他們跟著他們在用刀 蛤? 我這邊湖內撥打出所 湖內撥打出所 全人都不愛手了 嚴謹盧盧盧盧到場後發現一名男子手推兩個行李 胸掛包包站在路旁自言自語 嚴謹上前關心發現男子手背上 是有一串電話號碼和名字 嚴謹照著刺青上的電話撥通 竟是湖內派出所 原來這名72年次的鄭新男子 喜歡獨自攜帶大包小包的行李外出 卻又時常在外迷路 並且無法表達自己身份 家人也為他申請佩戴過安心手臉 可是因為鄭男不喜歡又常拿掉 為了進一步防止鄭男走私找不到 無奈之下 只好將轄區派出所的電話 以及鄭男姓名吃青在手背上來做辨識 鄭男的爸爸表示鄭男喜愛獨自外出 經常迷路又帶不住安心手臉 才會想到轄區的派出所電話 其姓名吃在手背上 以利警方順利聯絡到家屬 在警方的協助下 鄭新男子的父親 也從未在傑定區的住家 趕來博愛四路派出所 與兒子相見 經過鄭男父親表示 兒子已經不是第一次走私了 手背上的電話號碼 若是為派出所帶來困擾 也非常抱歉 這是不得已的辦法 也希望警察體諒 記者李佳龍採訪報導